哈喽大家好,我是罗十五 东京餐种的人物解说系列 基本上已经接近了尾声 所以本期暂时先不做进幕的人物解说 因为还在整理中 本期先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在整部餐种中出现过的重要组织 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相关的组织信息 让大家可以清楚 各个组织在作品中都发挥了哪些作用 第一个是我们最熟悉的安定区 也被称为古董 它是由方冲工上成立的 具体的成立时间并没有详细交代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是在店长加埃特送完24区交给爷旅之后 才建立起来的 店长与咖啡店为基础 在他跟金木交谈的时候 以及在安定区见面战中 也交代得非常清楚 这是为了纪念有奈 所以才选择的方式 因为店长是默认的20区老大 所以安定区在20区 也算是餐种的大本营 20区的餐种们遇到问题 基本上都会到安定区寻求店长的帮助 而安定区的作用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餐种 让餐种能够更好地融入到人类社会当中 与人类和谐共处 这也是店长一直以来的愿望 在安定区 他感化了古剑 入剑 四方 董香 西韦 厨石 以及最重要的金木 这可惜安定区没有走到最后 何时为了获得独眼之王的信息 最终利用CCG发动了 萧以及安定区的殲灭战 将安定区消灭 店长也算是在战斗中牺牲 第二个 是由艾特创立的 拥有多多梁 壁虎 炫多等众多实力强悍的参种作为干部的青铜树 他是在艾特最初袭击CCG失败 在跟尤玛谈判后成立的 青铜树的主要目的 是创造一个参种可以理所应当的生活的世界 只不过在这个世界中 艾特并不打算跟人类和谐共处 其状态 更像是一个歌剧出来的独立小天地 用来供参种棲息 让参种这个种族 不会慢慢地消亡 但同时也需要不停地跟人类战斗来维持这一方天地 所以才会有大量实力强悍的干部存在 所有加入青铜树的参种 都有可能随时变成士兵出击 以维持组织的存在 更直白的理解 就是青铜树是一个小国家 有自己的军队可以跟外界抗衡 而青铜树之所以会不停袭击CCG 寻找历史 改造人类 这其实都是艾特个人的夙愿 他想要铲除世界背后扭曲的根源 也就是和修 所以需要做这些事情 青铜树在某些意义上 就成为了他的工具 这与青铜树本身存在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建议可以区别对待 毕竟大部分的参种 没有艾特那么高的觉悟 第三个是由罗马创立的 整部参种中作为神秘的组织 小丑 它是由罗马在感悟了自己的人生之后创立的 没有特别具体的目的 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作为局外人 去洗手那些自己唯伪装得很好的丑陋的人类 去让人类社会陷入恐惧当中 借此来满足组织成员空虚的心理 那一句笑到最后的一定是小丑 既是他们自信的表现 也是组织的信念 因为搞破坏了他们 无论哪一方胜利 都有他们的功劳 当然也因为没有目的的局外人思想 让他们成为了参种中最神秘的组织之一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存在 但也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在整部作品中 小丑其实只供过了两任首领 第一任是作为创始人的罗马 第三任是神父多纳 第二任只在神父与亚门的对话中出现过 具体是谁并没有说清楚 败在小丑中 只是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出现 并没有担任过小丑的首领 第四个是由金木创立的黑香羊 这个组织的成员比较复杂 是由安定区的幸存者 青铜树的幸存者 CCG的领番队成员 以及魁库利亚的部分逃犯共同组成 首领是继承了独眼之王这个王座的金木 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人类与参种 能够和谐共处的社会 与青铜树最大的区别 就是共不共处的问题 青铜树更像是割据一方做霸王 黑香羊拯救的是互相融合 不过实现的方式 实现比人类方上谈判桌 在没有契机的情况下 难度比较大 这也是金木最初苦恼的问题 他一开始的想法 就是先打 打到可以争取有利条件 强行让人类方坐上谈判桌为止 这个目的的最后 虽然不是由金木直接实现的 但他在其中也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算是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黑香羊最终也跟CCG组成了联合战线 这类人类与参种和谐共处 平稳发展的工作当中 第六个 是由和修一族创立了CCG 这是和修一族在1890年 依照参种对策法所成立的国家机关 最初是以和修当时的家族和修大吉为首 取名为参种对策院 后面势力慢慢扩展 慢慢发展成了参种对策局 本部设在了一区 在其他23个区域 均是有分区 对参种消灭与否 主要参照参种对策法 这其中的14区比较特殊 因为这里是由参种所挖掘的大迷宫 地形复杂 参种众多 为了打击24区 CCG还让尤玛专门在这里 进行了一场锻炼性能的打地鼠行动 林伍和真虎都曾参加过打地鼠行动 同时24区还有利用赫子制成的肉墙 让部分参种在这里更加肆无忌惮 所以不太适合一些比较弱小的参种生存 被动相称为不是人呆的地方 如今的CCG已经不复存在 在东京保卫战结束之后 重组成为了TSC 但部分区域仍保持参种对策局的制度 继续对危害人类的参种进行消灭 像一东和六月等人 在东京保卫战结束之后 都选择了前往分局继续工作 并没有留在TSC总部 搜查官是CCG的主要成员 因为一领处别有鸽子图案的胸章 还有手里总是提着装有酷音客的手提箱 所以也被参种们称呼为白鸽以及提箱子的人 搜查官的职位等级包括 三等搜查官 二等搜查官 一等搜查官 上等搜查官 准特等搜查官 以及特等搜查官 除了人员的职集 CCG下属还有很多机关 专门收留因参种而失去家庭的孩子 以及培养搜查官的两所学校 参种搜查官养成学校 以及参种对策教育所 其中养成学校也经常被我们称为学院 是专门培养精英搜查官的地方 主要教授学员使用酷音客和各种武器 训练学员的战斗技巧 实行两年制的学习 毕业并授与二等搜查官的头衔 然后分配到一区总部 或是到24区参加打地鼠行动进行历练 参种对策教育所 则是培养普通搜查官的学校 在这里毕业的学员 未来不一定从事搜查官的工作 也可能成为各个分局的职员 或是脱离搜查官的工作 因为这里学费便宜 所以部分家庭不富裕的家长 也会将孩子送到这里读书 才者就是集中的一个 在这里毕业的学员 一般授与三等搜查官的头衔 然后随机分配到各个大区的分局工作 葵库利亚是专门光押参种囚犯的地方 会分等级对参种进行收押 通过各种手段 从他们的口中 或者其他参种的相关情报 所以能不能被关进奎库利亚 也与参种自身的情报价值有关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参种 搜查官一般都是当场击杀 而参种的情报一旦在奎库利亚交代完 也会被CCG列入废弃名单 送往废弃场碾压致死 神代插戎、神父以及厨师等人 都曾被关押在奎库利亚 CCG研究所 主要是负责对参种进行研究 登场的 具有加纳和地形博士 几乎所有的库英克 都是由地形博士研究 并在CCG研究室制作出来的 后期CCG研究室 也变成了TSG研究室 多了一项研究参种食物的工作 这里最值钱的 应该就是地形博士的脑袋和库英克斯干 地形博士的脑袋无价 库英克斯干一吨价值90万日元 灵窝曾经砍掉浪费了一部分 让地形博士非常心疼 灵犯队是有马的专属队伍 队伍成员全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还有部分是从白日停出来的 是CCG的最强战力 一般都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后期在有马的安排下 判离了CCG 加入了黑象羊 最终只剩平子还有西座存活 库英克斯班 是CCG的特殊队伍 成员全部进行了库英克斯手术 可以利用赫子进行战斗 拥有当赫眼 最初的领导者 是由金墨变成的佐佐木 后期是瓜江 一开始不被CCG众多搜查官看好 后期在各场大战中 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凯严格意义上来讲 应该属于库英克斯班 但实际上 只是就多储星纪律建立的傀儡队伍 后期全是为了让金墨变成龙牺牲 夜月志就是欧凯的代表人物 最后一个 就是整部参种最大的BOSS家族 何秀义族 他们是由中东清洗而来的纯种参种 在漫长的历史中 不断地进行共参 从而获得了强大的实力 家族成员天生就是赫哲 同时为了隐藏自身 他们在不停地消灭同类中 成为了戒灭参种群体中的佼佼者 得到了创建CCG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在不断地试图融入到人类社会当中 不断地与人类进行结合 从而多了很多不同的分支 优马 舅多 戒子 都是这个家族中的受害者 不过在漫长的岁月中 何秀也出现过背叛者 就是24区地下的弟弟之王 因为独眼的缘故 也被称为独眼之王 因为讨厌何秀而与何秀作对 一度给何秀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可惜最终还是被何秀赶到了24区地底 死在了24区 而这位独眼之王 也成为了独眼之王 也成为了独眼的禁忌 不让任何族人提起 这也是他们不停追查独眼之王的原因 在等级森严的何秀义组中 本宫也是非常明确的 一位何秀义组保留血脉的纯种何秀 被称为流种者和母体 职责当然就如同他们的代号一般 负责流种和声誉 历史就是其中一个母体 白日亭 参杂人写的不良品何秀孩子 都会作为分家成员 被分配到白日亭进行学习训练 以便后面继续为何秀卖命 伊丙和西作 曾经都是白日亭的一员 在白日亭训练的孩子 成长后就变成了V组织的一员 专门在暗处 替何秀做一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就多和尤玛 都曾扮演这样的角色 除了何秀本身 偶尔也会邀请一些实力强悍的参种加入 不过整部参种中有名的就只有店长一个 V组织也是何秀作为强大的情报组织 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过V组织的追查 V组织的首领是戒指 他是有马和舅多的师傅 实力极其强悍 在东京保卫战中 联合战线用尽了全力才将他击溃 他也是导致店长和爱特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之一 以上便是参种中出现比较多 比较重要的家族和组织 其他的家族组织 还有月山所在的月山家族 月山窗里的参种餐厅 以及壁虎和纳基所领先的白西服等等 就不做一一赘述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了解这些重要组织 明白今末卧选在全部组织中间的难度 也可以通过这些重要组织 更好地了解整部参种的势力构成 更好地去理解参种这部作品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或者说得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为我点赞订阅 我是15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